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农协会员都想对 想拿我开刀 要隔我的命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知道就好 你知道吗 我当时急得尿都快出来了 我生怕你小子犯罪不答应 我救都救不了你 结果没想到你行吗 我刚一跟你说明雷姨你就站过来了 我不是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就是怕 算了 不说了 没意思 不 有意思 有啥意思 特别有意思 这是从你们家里头顺过来的 严生报 现在看完了 还你 原先我是真以为你是怕被隔了命才站到我们这边了 结果我一篇一篇的认真读完以后我才知道 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少爷是因为看了这些文章受到了影响才是与自己家庭决裂的根本原因 还挺认真 还做笔记了 那是我要求进步谁跟你是的 小的时候啊 你 我 吕真 咱们三个人就在一块玩 那个时候咱们玩得多开心啊 就觉得谁缺了谁就不好玩 你看人现在吕真 人家也是共产党了 我也是共产党 都不能怕你缺了呀 我就知道你肯定绕到这个话头上来 行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你文化程度比我高 你写一封入党申请它不难呀 对吧 我感谢你 不过这事儿你说了也不算 不得上级批准吗 上级批不批准这是上级的事儿 你写不写入党申请那是你们的事儿 你现在连一份不可哼哼哼哼的物件 你都哼哼哼 好好好 这事儿不着急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再好好想想 不聊了 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行 行 行 给你点时间 哎呀 要是你这么回来了 就好了 你小打什么主意的 你想哪儿去了 我现在聊入党的事儿呢 你是他哥 我话没说完了 你干嘛去 我都说不聊了吧 你是他哥 你不给他当一个榜样啊 你的身份 我说不聊了 我说不聊了 你一次 看看 我说不认识 就不聊了 我说不聊了